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一名女网友在DCARD撰文,自称情路坎坷,某天求爱不成,气得在月老面前独吞两条巧克力,味料却遭到天谴,二度被同一个暧昧对象伤害心碎,不过事后她发觉月老应该是在善意提醒她,该男不是正元,赶紧替自己的罪过祈求原谅,并建议网友们千万别敢像他一样的蠢事。 女网友表示,近日和好姐妹相约前往龙山寺拜月老,祈求能与暧昧对象有个好的结果,没想到隔没几天对方却不已不彩,后来从社群网站上发觉她又回头去找前女友,还被迷得七婚八素,让元PO很受伤。 女网友指出,半年后途经龙山寺,想起在感情路上所说的委屈与不甘,让她忍不住带着一股哀怨的心情。 一脸憔悴的模样晃入室内,站在约老神像前质问你高兴了吼,并含泪当面怒喝两条巧克力,试图挑衅月老,接着蹦蹦跳跳离开。 女网友提到,大约一周后,当时让她伤心难过的暧昧对象再度出现,还疯狂约去听音乐会,看电影,然而赴约完后,她又消失了,一个月后得知对方已跟别的女生在一起,于是我莫名其妙又受闯一次。 女网友认为,连续两次失恋的经验可能是月老冥冥之中,想告诉她就说她不是你的证员啦。 不信是不是,没关系,我就让你再痛一次。 后来原皮奥带着供品去见月老,同时直角询问,请问迷之前有生我的气吗? 那么迷是故意再让我看清一次吗?对方不是我的证员对吗?那么迷愿意原谅我之前的莽撞吗?等问题,连续获得六个圣角。 女网友感叹,事后想想,在月老面前吃巧克力,实在最过。 我深深反省过,虽然成功引起月老注意,但不只得罪神明,还多转一次失恋,让他浮出特发此劝势文的念头。 期盼他人要对神明恭敬点,切勿像他一样。 其他网友见状,纷纷直呼,月老好可爱,月老阿公真是调皮。 尼克,聊两条。如果我是月老,会整你两次,希望你遇到更好的,这也太邪门了吧? 太酷了,悲伤又疗愈。虽然这样很对不起你,但我是真的觉得好好笑。